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星星猴 今天咱们来继续卡通爆破 这一关的话还是熊大哥的任务 他给了我们一个万能锤 这个锤子可以消灭场上任何一个方块 这个的话需要在我们部署即将耗尽 并且只剩下一个道具 可以在一部内消除完成的这么一个情况才使用 如果上来就随意乱点 那么将会是毁灭性的 因为没什么用 并且还把这个万能锤浪费掉了 熊大哥满怀期待 让我们帮他救出这些小黄鸭 这个游戏你可以看到 细节做的是非常不错 这些小黄鸭每一只都是大不相同的 有的身上没有装外 而有的呢却有这个丝带头巾 还有一些穿着这个其他衣服的 这也是这款游戏 可以进入到一个比较高的评分里边 这个是水手大黄鸭 而两边的话是普通小黄鸭呀 这个大鸭的需要竖排的两趟 进行消除 而左右两边的话 只需要一数列就可以了 步数的话在前几关 还是比较的充分的 因为目前的话还有25步 而右边只剩下一只鸭子了 还是比较简单的 横向消除 然后快速的纵向消除 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个游戏可以看到 它游戏你找不出非常直的直角 就算是左下方这个齿轮 它也做出了这种弧形的圆角处理 整体的游戏都是带有弧形圆角的 包括后边背景的这个高山的边缘 都不是真正的直角 都会稍微带一丝曲线的弧形圆角啊 这么做的话 游戏看起来就比较的平滑 因为在现实生活中 也没有这么多的直角啊 都是相对的比较的图形 因为弧形看起来更Q弹 要说现实生活中特别直角的话 很可能像这些窗台的沿 还有这个外边的瓷砖的边 是这个比较直的直角 其他的室内的东西 大多数都是这种弧形啊 这样的话 让游戏整体来看起来比较Q弹 而且更自然 周围的细节 做得也是非常到位 你看这个鸭子 带有黑色墨镜的眼镜鸭 还有戴帽子的这个帽子鸭呀 都是非常不错的细节 并且这次的话 这个气球并不是主要目标 但其实你要想消除这个鸭子的话 必须要先消除气球 咱们要帮助这个熊大哥 完成他的任务 如果你失败的话 他会非常的伤心啊 你没有成功救出他最喜欢的鸭子 炸弹以及火箭配合 会形成一个三三制的 纵向以及横向的全部攻击 比较强 目前的话都是熊大哥的任务 这个狼大哥还有猫大哥 目前还没有出现啊 应该在后续混解锁 这里有一个拳击手套 是横向的全排消除 有的时候假如说 咱们这个步数即将没有了 然后这个鸭子跑到了道路第二排 这个时候就可以使用拳击手套 进行一个消除 但其实如果你想拿到高分的话 一定不要把步数用了啊 步数全部花掉的时候 基本上我们也就只能获得一星啊 或者是二星都勉勉强强 你看现在的话咱们是获得一星 这个炸弹爆破消除完 左边的话这个气球还需要消除 星星是评分等级 需要我们在本场比赛中消除更多的色块 才可以获得更高的分数 游戏我给出的是四星评价 也是比较推荐 那么本期游戏呢 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看我们的视频 请订阅手游部门 我们下期再见